一只励志的小猪 怎样才能逃过成为烤乳猪的命运 其他小猪都在快乐地吃奶 体型大的都被送进了屠宰场 只有佩奇还在思考猪生 不幸的是光吃不长肉的佩奇 被抓去游乐园当作礼品 这个大叔花了不到一块钱就拥有了它 第一次相遇大叔就对佩奇颇有好感 而佩奇一朝大叔撒了泡尿 表示感谢 就这样大叔把他带回了农场 他在农场里佩奇遇到了边牧一家 看到他们和家欢乐 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边牧妈妈不忍心 照顾他长大成猪 佩奇和小编木们成了猪狗兄弟 每天都在一起快乐地玩耍 可这个农场特别奇怪 每天大公鸡还没上岗 一只大白鸭就已经站在屋顶开始打 但这不是因为好玩 而是因为他不想死 毕竟在这个家里 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大叔是老大 掌握整个农场动物的生杀大犬 牧羊犬则是老二 负责整个农场的秩序 公鸡能让母鸡下蛋 还能每天按时叫人起床 而鸭子是这条食物链的最低端 所以鸭哥每天起的笔记枣 做了公鸡该做的事 努力地让自己产生价值 这样才能不被端上餐桌 可现在鸭哥的好日子马上到头了 因为女主人买了一个闹钟 这意味着鸭哥失去了利用价值 这让勤奋的鸭哥慌得不行 她得让闹钟消失才能挽回性命 于是鸭哥找到猪头猪脑的佩奇 经过鸭哥一顿洗脑 佩奇成功成为了她的帮凶 赶着猪鸭为乐的美好品德 单纯的佩奇出发了 她趁着猫咪还在睡觉 潜入了房间 可却意外撞掉了毛线 猪蹄子还被毛线缠住 可她丝毫都没有察觉 还在闷头地往前走 毛线越捶越紧 眼看桌上的东西就要掉落 坏心眼的鸭哥吓得直跺脚 这让她不得不亲自动手 解开猪蹄子上的绳子后 两只禽兽完美配合拿到了闹钟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鸭哥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吓得佩奇一个没注意闹钟 掉在了地上 猫咪被吵醒 随后房间里发出一阵阵残叫 等到大叔回到家里 发现房间里一片狼藉 地上也遍布犯罪证据 农场里的编幕爸爸看到后 立刻召开了动物大会 佩奇被当作反面教材 当众教育了整整一个晚上 而此时的房间里 两口子正在讨论今年的圣诞大餐 是吃脆皮烤鸭还是吃烤乳猪 女主人隔天就来给佩奇加餐 每天都会量一下尺寸 而佩奇则像个没事猪一样 整天和小编幕闻完熟 直到这天 小编幕全都被卖掉 编幕妈妈趴在窝里很是伤心 而大叔只是摸了摸她的头 表示安慰 这时佩奇走了过来轻声地说 这让编幕妈妈感到十分欣慰 而佩奇睡觉时已笑出了猪叫声 可佩奇不知道的是 再过不了多久 她的猪声就要结束了 因为圣诞节要到了 这只小猪竟然能唱歌 在小佩奇优美的歌声中 屋内的主人正在切着香喷喷的烤鸭 而一群动物站在窗外满脸愁容 其中这只鸭子心里慌了一批 因为餐桌上的那只鸭子正是她的兄弟 为了保住自己的鸭命 她决定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善良的佩奇帮她打开了大门 帮助自己的好兄弟成功跃语 而此时不远处传来羊叫声 佩奇顿感不妙 急忙赶了过去 来到牧场竟然是两个大汉在偷羊 一只凶猛的恶犬正在袭击羊群 佩奇立刻冲上去阻止 但最终猪毛被咬掉了一地 一路发出杀猪式的嚎叫逃回了农场 佩奇的叫声吸引了大叔的注意 等到大叔赶到农场时 偷羊贼已经开车扬长而去 虽然没能抓住小偷 但佩奇的优秀表现 得到了农场主大叔的认可 大叔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 可家人根本不信一只猪还能看门 可第二天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佩奇竟然能把不同颜色的母鸡分开 这让大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每次放羊时都将佩奇带在身边 看着羊群被牧羊犬管理的井然有序 佩奇眼里满是羡慕 而编木妈妈已告诉了她牧羊的技巧 第二天大叔就让佩奇尝试牧羊 编木妈妈再次嘱咐 要对羊群凶一点 小猪学着牧羊犬的叫声 却遭到了羊群的嘲笑 她沮丧地回去寻求编木妈妈的帮助 于是佩奇又气冲冲地跑了回去 这次她是真的生气了 对着羊腿就是一口 可刚咬完佩奇就后悔了 还跟那只绵羊到了浅 不过好在羊老大看出佩奇是在装凶 他们被小猪的善良打动 蠢萌的她就这样成为了羊群的团丑 地球上第一只牧羊猪诞生了 可编木爸爸觉得自己的地位遭到了威胁 于是就和一直帮助佩奇的编木妈妈打了架 大叔发现赶去制止 可却被火气上心头的编木爸爸咬了一口 就这样她的嘴被套了起来 编木妈妈也受了伤 牧羊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佩奇身上 这让她干劲十足 可这天刚来到牧场 却发现三只野狗正在袭击羊群 这头小佩奇是世界上第一只牧羊猪 她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 就连老母鸡她也能按颜色管理得明明白白 可这天佩奇照常来到牧场 发现三只野狗正在袭击自己管理的羊群 另一只正在撕咬领头羊的大头 佩奇使出一招小猪野蛮冲撞 江野狗顶飞老远 等她回到老羊身边时 发现老羊已经死了 佩奇还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等农场大叔赶来之后 误以为是佩奇杀死了老羊 大叔将佩奇带进了小黑屋 将两颗子弹装进枪里 用枪口对准了佩奇 大叔眼里满是杀意 就在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屋外传来妻子急促的呼唤声 原来妻子是来通知大叔有野狗袭击羊群 隔壁邻居家的羊被咬死了八只 大叔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怪了佩奇 大叔羞愧地低下头 默默地取出枪里的两枚子弹 晚上天下着大雨 佩奇已被大叔破天荒地放进了屋里 大叔决定训练佩奇 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牧羊拳比赛 还把沙发上好吃懒做的猫咪扔出了门外 让佩奇待在屋里看电视 可这却让猫咪心生怨恨 于是就对佩奇说 人类养猪的目的就是为了吃肉 即使你成了牧羊猪以南逃被杀的命运 这些话让佩奇想起了餐桌上的那只烤鸭 于是伤心的佩奇连夜逃离了农场 等大叔找到佩奇的时候 他被冻得奄奄一息 大叔把他带回家 亲自给他喂热水喝 不仅唱歌给他听 还跳舞给他看 终于大叔的行为打动了小猪佩奇 下午大叔和佩奇来到赛场 可这里的羊和农场的羊不是一个品种 他们根本不听佩奇的话 为了帮大叔赢下比赛 也不想让佩奇在比赛现场出丑 于是边牧爸爸赶紧跑回农场 有一个秘密口令 而口令竟然是这样的 美羊羊 老样子 先弄半杯小鸟湖的家 弄上半杯 就来这么高 边牧爸爸拿到密令 立刻快狗加鞭返回赛场 而另一边众人看到大叔 竟然牵着一头猪来参加比赛 瞬间引发一阵哄堂大笑 就在比赛快要开始的时候 边牧爸爸冲进场地 把秘诀告诉了佩奇 他一路小跑在羊群面前 对着他们唱出了羊之歌 随后全场的笑声戛然而止 解说员也说不出话来 羊儿们有序地来到指定地点 然后又整整齐齐地返回了围栏 全场都在为佩奇欢呼 裁判们也打出了满分的成绩 佩奇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牧羊猪的身份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自己 会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看完这么励志的佩奇 你确定不点个赞 然后再去吃上一盘回锅肉 以此对可爱的小猪加加油 好了我是皮皮 我们下期再见